攸关普发现金的行政院版特别条例草案 今天跟国民党立院党团版本一起交付了联席委员会来审查 而为了政院版是否需要拨一千亿给强化经济任性 瞧不拢 国民党团仍然坚持要直接的来普发现金一万元 而会议还没开始就爆发口角冲突 国民党立委汪崇军一见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就开骂他不懂预算法 让柯建民是气得追上去跟他吵架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准备受访 结果被突袭 国民党立委汪崇军从后面出现 突如其来的这句话 让柯建民不顾受访也要追上去吵架 到了座位上还吵个没完 明明就是绑装预算 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 柯建民柯总大里面也在这里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破坏我们的预算制度了 两个版本你都为了预算法的话 你先问这民众道理 我们也为了预算法 我希望翁统金委员要把很多事情厘清 要讲道理 他不能一个人否定了朝鲁的版本 立法院审查发现金特别条例 但其中行政院版本施行期限到后年 栏尾全力反对 而要相关部会首长背询 结果送来的报告 加起来仅仅六页 你们今天送来的资料报告有几页 不是这个是特别条例的 六页 平均一张只六百亿啊 一千亿 强化经济跟社会任性 买武器算不算 不算 数位部之前有那个开发面线的系统 点面线系统算不算 那个是将来要看看 是不是目前所谓的符合这个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所以就变成说你的标准就是你们认定啊 不发现金行政院版本中的 强化社会经济任性的一千亿元 蓝维痛批示模糊的空白授权 要求用国民党团版本单纯发一万元 希望他按照国民党的版本通过 尽快发现金 过年前就发下去 我一直讲说这是天荒月潭 再怎么快都不可能过完结发现金 蓝绿两个版本敲不拢 复为审查一个上午没有实质进展 记者组报告